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我们要搬家咯 1月7号起 最中立 最客观 最好看的 年代向前看 就在一新闻频道 周一到周五 晚上8点 民官和你一起 年代向前看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欢迎我们忠实观众 跟粉丝朋友扫描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频道 我们订阅突破38万人 昨天郭台铭 这个发表了公开的声明 那宣布弃选2020 现在不要最大 不选最大 那外界笑称 这个蔡英文几乎可以要放扁炮了 因为一对一 蔡英文对到这个韩国瑜的时候 一对一的民调总是大幅的领先 不过呢 郭台铭的声明跟影片当中 提及了台湾政治的民粹 跟阶级的斗争 事实上也影响了2020的选战 那郭台铭不要最大 不要之后 后面会有多大的政治效应 我们待会要好好聊聊 好 今天现场要请到六位特别来宾 第一个好朋友 王浩达哥 大家好 再来是郑佩帆 佩芬姐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再来是林嘉欣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再来是康恒俊 大家好 再来是敏鳳 大家好 再来是创夏 大家好 好 我们先看一下郭台铭的影片 各位朋友 爱护郭台铭的乡亲父老 还有这段时间 不离不弃的郭粉们 大家好 我是郭台铭 这段时间 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 我向大家报告 我将不参与2020年总统候选人的联署 想参与总统的选举 从来就不是为了我个人的私欲 也不是为了政党或派系的利益 我的参选初衷是希望能够利用我 累积40年的经验与人脉 还有一颗热忱的心 为中华民国拼经济 为2300万同胞拼未来 但二职的选举风气 民粹盛行 因为个人私利与派系利益 阶级斗争 撕裂台湾 我不愿参与政治闹剧 也不忍心见到我的支持者 受到霸凌 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大家所爱 而有回归理性 务实负责任 才能为下一代找到未来 我是永远的中华民国派 在台湾需要郭台铭的时候 郭台铭永远都在 谢谢大家 祝大家健康平安 好 创下刚刚看到 郭台铭不选不要最大 现在这场选举呢 郭台铭跑了 所以接下来是韩国瑜惨了 国民党完了 柯文哲糗了 因为整个情势 是因为郭台铭这一变动 很多局面都要重新改变了 就我所知道 郭台铭其实一直在挣扎 所以一直讲说 他在桌上有两个信封 一个是选 一个是不选 昨天下午 其实是中午过头 我知道的是 他大概就已经拆开 叫不选的那个信封了 那为什么是这样子 大概其实是我所 去问的理解是 他在拍那一个 武党一身亲的时候 心意就已经有了定见了 就往这个方向走 到了昨天就终于做了决定 然后呢 后面就很多人就糗了 所以他他这很有道义的 他通知了柯文哲 所以通知赶过去 但是其实 不是跟柯文哲谈副手 因为他有去领表 就我所知 其实他们有派人去领表 那副手在大概十几天前 定了以后也没变化 但是就告诉柯文哲说 有这个局面了 那柯文哲就完蛋了 直接十七号 他也找不到副手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接到电话 就是被他邀请 要当他的副手 因为一天柯文哲 然后后面柯文哲的民众党怎么办呢 原来是等着美军给我 源源不绝的军火 其实这个美军不完了 那柯文哲要丢到这战场里面 就是怎么去打 还有什么部队 柯文哲求了 然后再过来 另外一个情况是 他呢 因为赵少康其实是 长期的咨询对象 所以他有去找赵少康 当面告诉赵少康姐弟 但是没想到又有一个人 在这个时候 又可以去洗白了 就叫郝龙斌说你看我也在场 所以我们有劝他 但是他真的是 我知道的是 大概已经是一直往不选的方向 在中秋前后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段时间我也听到了一些 他长期的幕僚 或真正的幕僚 因为其实像嘉欣他们这些 都是执行者 只是伙计而已 有找回来谈 那回来谈的时候 他其实在担心几个问题 第一个 他的副手 就是所有的战斗团队里面 没有那种要一起创业的感觉 就副手是找定了 基于情谊基于想法 我支持你郭台铭 如果你要选我就跟你下去 但是没有那种说我们一起拼吧 没有那种两肋叉刀的感觉 而整个竞选团队也是一样 很多人都是如果你要做 我们跟你走 但是不是说我们一起来 所以这个拉破出一个立刻在短暂时间 可以攻城略地的团队 这是他第一个估计的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中间的过程中到底跟柯文哲的合作关系 那王金平这种老政治人物讲的话 坦白讲到底王金平要什么 王金平要怎么弄 有些时候也不是他能够拆得尽的 最让他伤心的其实是 所有的人不管去劝他 或是拱他 或是劝他 跟他谈的 郭台铭有时候 还有一点点 就是他在企业上是霸主 在政治上真的是白痴 他想说谈一谈 我的零到六岁国怎么养吧 未来为中华民国做什么 没人跟他谈 都在讲权利 包含是未来的时候 如果你出来的时候 这个选票会怎么样 或者是说韩国瑜必败 吴敦义怎么样 2020的1月11号之后 我们怎么栽后重建 都在跟他谈这些 他其实在这过程中 他就突然发现 整个政治这场局 所以他这个影片里面 后来拿掉四个字 他拿掉那四个字 可能是他的心境 政治闹剧 真的哦 对他拿掉四个字 他拿掉政治闹剧 他拍了第一版 是有政治闹剧 可能后来觉得不好 所以你看放出来第二版 政治闹剧四个字拿掉 所以郭台铭大概 他觉得是政治闹剧 然后韩国瑜 这个承诺台湾社会 高雄首富 然后发大财 然后说这个台湾安全 人民有钱 可是真正的首富 这个没有办法得到 这个社会的肯定 或者国民党内的初选的肯定 然后这个江湖诈骗集团 拿着这个首富当口号 可以夺权成功 就是说真正的首富 输给一个把首富当口号 夺权成功的政客 还不止如此 真正的首富 他至少我还认识了好几个 我的学长 而且是美国的 关于医药政策方面的博士 真正有实物的人 他就跟他们很认真 在谈政策 然后另外一个人 在开政策的时候 跟你讲风寒汗姬 那个东西对他来讲 都是觉得台湾的荒谬 而且这种荒谬里面 他会发现说其实他这场局下去 不管怎样 赢不会赢 有一个像样的样子的一个选战 给社会一个感动也不会 所以他其实就慢慢的就决定了 可是后面的局面 就比如韩国瑜就惨了 你韩国瑜惨在哪里呢 现在开始民进党毫无悬念 全军出动 钻对单一目标 全部的攻击 然后高雄市议会要开始质询了 然后12月25号到了 为了要创造绅士 罢免眼镜启动 所以韩国瑜将会是全面作战 而且再也没有一个替死鬼了 再没有一个人呢 就一定针对你韩国瑜 全打 那韩国瑜就要全面作战 然后国民党也完了 因为现在国民党的韩国瑜呢 在这个过程中呢 整个国民党的吴敦毅 几乎都已经就被架空了 你看那天发那个声明 都是出来的声明里面 用的都不是国民党语言 都比较是年轻人 一些比较粗暴的 死去的领导人 这种语言都出来了 国民党被架空了 甚至呢 在整个韩国瑜里面的 后面那个媒体里面 都开始写快评 叫说韩国瑜 你就像跟朱立伦好好合作 跟朱立伦好好谈 将来的行政院长 跟朱立伦谈谈不分区 奇怪朱立伦现在没有任何党值 结果这不是吴敦毅的权利吗 所以难怪吴敦毅在 郭台平退党那一天 一整天不出来 因为吴敦毅大概也发现说 他也先被架空了 国民党也垮了 然后当然柯文哲 糗了就是 你现在就拉出来 一直捧着 拉着首富 以为你可以打一场战 现在你台平党了 还去洗下去 但是你没有人了 你没有钱了 所以我说整个局面里面 不要的最大 那国民党内 会因为郭台平宣布弃选 而成功的团结吗 会有一个压力 先前是不表态的压力 郭台平还是韩国瑜 你要给我选择清楚 现在有一个不站台的压力 所以那些韩粉会更激烈 谁只要不站上去 就会更激烈 所以那个压力 可是那种压力 就会是像马英九那个状况 就是斯德各摩 郑后群的代言的人 会越来越多 就是被逼上去 一定要去动算动算 但是你说 你知道国民党一向是如此吗 以前我讲过 有四种标准 两肋插刀 粉身碎骨 虚硬故事 散尽任务 所以国民党会看到 每一次都是排排战 就跟两千年的连战的身边 一样都是排排战 但是到那一天会不会投票 到那一天会不会只是 会不会积极动员 会不会出钱出力 恐怕这才是韩国瑜 惨的最大原因 那佩芬姐 你怎么观察 其实我想 郭台铭这次进出国民党 事实上 他那天宣布退党的时候 国民党是真的非常愤怒 而且就是说 借机用各种方式去打压他 然后彻底把他摧毁 所以那个料化都很凶 比如说国民党 也不是菜市场 不是说来就来 说去就去 那甚至还说 不要以为你退党就结束了 我们还是有办法 那我有时候在笑 我说国民党里面 其实有很多嘛 你在想有民进党进去的 有当时新党成立的时候 声势蛮高的时候 有很多人从国民党跑到新党 当宋楚瑜的亲民党很红的时候 也有很多人跑到亲民党 可是当国民党声势大的时候 这样又回来了 那就是菜市场嘛 来来去去 那另外就是 我记得那个主发会主委说 不要以为你退党 我就把你没办法 我说国民党不是黑帮 他就是退党了 你最多开闸嘛 就把他开除党籍就好 你也不能把他抓来枪毙 那然后当然对吴敦毅来说 他不知道要怎么办 所以你知道他的讲话 其实蛮模棱两可的 他也不愿意得罪这个郭台铭 可是郭台铭当初 领了那个荣誉证的时候 事实上是 还有四个月的观察期 他不能参选 可是有17个中常委帮他发言 那这17个中常委 也就真的很愤怒嘛 也就开始骂他 可是你骂到最后 结果郭台铭现在不选 坦白说他真正的问题 就是没有团队 你知道他身边 连一个民意代表 都没有能够帮他发言 他满脑子的构想 可是他自己话讲不清楚 这是我一直讲 他口才真的不好 韩国瑜的口才 真的比他强太多 所以他的证件理念 他没有办法讲清楚 所以其实老百姓听不懂 那讲的什么AI的 什么宝导之类 那种孰明听不懂的 那所以他最后说不选 可是他身边有一些 支持他的财产有讲 昨天有说 他说如果他不选 甚至或者选败 他们还是会压迫他 执行他曾经承诺的证件 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 零到六岁国家养 青年政策 什么之类 他们会督促他去做 他说因为现在他 鸿海董事长也没干 然后钱也就打印要捐了 就算这些利润 你继续做社会慈善工作 事实上也就是 履行你当初的承诺 虽然你不选 或者你败选 那事实上现在不选 不选的话 那当然就没有败选的问题 不选不但没有败选的问题 而且韩国瑜跟蔡英文一对一了 所以最后的成败 韩国瑜要一个抗 他连这个负担都没有了 本来以为他就是罪魁祸首 然后你就是罪人 可是他现在不选 韩国瑜输掉 就没有这个问题 那当然最高兴就是放鞭炮 民进党现在就可以放鞭炮 虽然有所罗门断交 虽然有香港的反送中 是不是能够持续到明年 我觉得那个影响已经不是很大 就是说那个影响力已经不大 特别是首罗门断交 我觉得对蔡政府来说 影响力不会太大 好那佩芬姐 如果从最近一个多礼拜以来 韩国瑜跟蔡英文的民调 几乎平均落后的幅度 都超过10个百分点 那如果这个郭泰明宣布不选之后 韩国瑜的民调有可能反弹吗 郭粉会不会有其中一部分的选票 流向留回给韩国瑜 其实郭台铭的选票 就是说你不能确定他是哪一块 当然有人说是精英男 知识男或者是那些 可是那些人到今天为止 对韩国瑜我觉得是成一个保留态度 你说会不会马上就反过来支持他 不会 但是国民党一定也是会全力的宣传 宣导或者去发挥影响力 但是能不能发挥那么大的影响力 我觉得也蛮难说 因为国民党现在的力道 到底没有当年 因为2016你看那么多人的票跑掉 或者不投票 所以你今天是不是可以翻转 但是他们号称下架蔡英文 这句口号可能很多中间选民 或者不满意民进党的人 可能会接受就下架蔡英文 但是问题就是说 问题是台湾社会也有六成的力量 是讨厌韩国瑜 对 如果下架蔡英文是换上一个韩国瑜 恐怕台湾社会也不见得会觉得拍手叫 好了 对 这就是问题 因为你下架蔡英文 可是我就说 你当年蔡英文怎么上架的 然后那个现状有没有改变 就是当初因为国民党做得不好 很让人家失望 所以蔡英文才上架 那你今天下架 他国民党是不是真的改变 那当然也有 也有国民党的大佬 也觉得说 国民党怎么会提出这样的候选人 所以还是有人会有存疑的那种态度 所以你说将来的选情 我觉得事实上从2月到现在 从7月到现在 民进党并没有出手 打韩国瑜 完全没有 很多都是他自己闯祸 口出二言这样 所以如果民进党出手 我觉得今天的态势应该不是这样 民进党很会打选战 那韩国瑜是不是没有 完全已经没有包袱了 就可以这个奋勇前进 我觉得那个是存疑 民进党应该有准备很多 要怎么出手 其实到今天为止 他完全没有出手 对 就前一波韩国瑜民调之所以下跌 一方面是他自爆 比方说这个监视器等等 对 那另外一方面是 蓝军内部有人爆他了 对 所以他说黑韩产业链 那个很大的黑 一方面是他自己的团队 一方面是他周围的人 对 那主要的炮手攻击手 并不是来自民进党 对 所以民进党也是事实上 在人眼旁观 偷偷笑 那现在开始他们应该是准备好 要开始出手 因为真正的选战 现在开始是另外一波 那我问你 现在开始已经正式进入 蔡英文跟韩国瑜的对决的话 那国民党内的其他民意代表 跟立法委员就会比较热意挂上 跟韩国瑜合照的看板吗 因为他没有选择 他可以不挂 但是党的党计就不会那么严格 因为当初还有一个人 什么双母鸡 现在没有了 你可以挂 你不挂 你就算不挂也没办法 他也不能把你怎样 所以如果是韩国瑜对上蔡英文的话 其实一对一的总统选战 韩国瑜目前为止民调的落后 并不见得容易追 然后这样的效应 也可能影响到国民党立委的选情 其实国民党立委的选情 在这一次看来 其实是蛮严重的 因为你说民众党 到底有没有成期后 有没有钱不知道 但他丢个人到你的选区去 其实还是会骚扰成功 就是当这个骚扰出来的时候 那你说是不是会有一些改变 特别是现在年轻的选民 那种动向 是国民党没有办法预测到的 国民党可以动员他的组织 现在听说郭台铭找出来的郭家军 那这一堆娘子军 这个颜值比较高 然后平均年纪比较低 然后他可能投入丢进去的是 乘韩立委的选区 就等于去吃一部分的 郑南的蓝领的选票 那这个实际上 在一对一的攻防过程当中 有可能影响到最后立委的成败 对 因为这些梁子军也好 或者什么 你说他年轻 可是每一个都伶牙立嘴 口齿都非常好 而且你看那个蔡新瑜 他面对那么多的媒体疑问 他面不改色的回答 所以虽然说对政治 可能没有那么深入 可是他面对这些选战的挑战 我觉得他们有一点本事 那郭台铭的永龄党 郭家军都是平均年纪 可能低于四十岁 或者四十多岁 然后伶牙立齿的女孩子 你认为这个丢入选举的 攻防过程当中 他不见得赢得选战的胜利 可是他可能会瓜分到 一部分的票源 而且会扯掉那个 那个为在五五波下面 那个他要扯的那个对象 会非常危险 所以郭家军事实上是有破坏力的 绝对有 那个叫做美女兵团 或者这个叫做什么兵团 刺客 刺客这样子 郭台铭很妙啊 他现在就用永龄基金会来养郭家军 那主要都是年轻貌美的刺客 那就对照滚党的老男人 老男人 就老男人对上嫩妹 或者颜值高的年轻妹 对 你像那个郭什么 就是许忠雄原来的那个秘书 郭欣礼 他跑去对付 对对对对上的就是国民党 非常资深的 沈志会 沈志会 郭欣礼的年纪可能可以跟 沈志会当母女 对 真的啦 就是说沈志会可能是六十岁 郭欣礼可能是三十岁 然后两个人可能是截然不同的 两个世代 而且上一届选举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像洪池庸 他们那种年轻的人就占很大的便宜 像时代力量那些候选人 所以这一些 我觉得实在现状正在改变 就是说老一辈的人 不见得也就会支持老的 所以这个比较麻烦 好 我们稍后立刻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 郭台铭宣布弃选 不选最大 不要最大 那现在三条线是柯文哲 那另外呢 郭台铭的年轻貌美的美女郭家军 到底会不会影响到2020的立委的选战 也是外界观察的焦点 我们再看一下下面的画面 2020总统大选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我要去选 可是喔 蓝绿双方都一直把柯文哲当作假讲题 甚至把他放在这个总统初选的民调来做对比式民调 那今天如果柯文哲说他不选了 请问两党的初选是不是要重摆 当时在蓝绿的这种初选结果出入的时候你知道 你知道我们非常的焦虑你知道 我相信这不仅是我啦 我相信全台湾的知识文哲都普遍的焦虑 就是说难道我们真的要在草包跟菜包当中做一个选择吗 郭台铭他是一个跨国大企业的老板 应该是一种危机型的处理人物 所以我当时在想说 如果再又能够在企业界存活下来总是有一定的实力 我好相信啦 这种企业出真的应该受意识形态的保护会比较比 所以当时这个郭台铭先生表达说他想投入大选 特别是在初选之后 那我们也觉得说 如果有人愿意出来挑战这一局 让台湾有一个机会套我拖蓝绿的泥绕 特别要替他取一个口号 台湾重开去 那这应该是我们 我是个人乐观其诚 不过是这样啦 每个人都有他的人情世故 所以当他决定不选的话 对于我啦 也只能表达说尊重 那我也理解 本来我就是 本来就打算 代言一个浮选的角色 我现在 现在就太突然了 这个 我跟你们一样 shock 如果我要去当副总 那我自己选就好了 对不对 第二点 我也认为这个 票没有增加很多 所以就实务上 不管理论上 或者实务上 我觉得没有差 郭柯佩没有比郭柯佛更加多少 早一个月前讲 我们还可以准备 现在讲 我还是找副总统 冷却你刚看到的是 空泽的回应 你怎么看 我觉得柯文哲今天 当然就是笑一笑啦 但是我觉得看得出来还尴尬 比如说他讲说 你如果提早一个月告诉我 那我还可以再去想一想 不好意思啊 柯文哲你好像很早很早之前 就曾经想过说 你已经想过两秒了吧 所以你那个两秒 经过了这个大半年的时间 你要说就是因为推动推给郭台铭 我觉得也无聊了啦 所以而且在前一阵子 柯文哲自己接受访问的时候 还有曾经讲过说 郭台铭如果不选 不选就我自己就出来选 你还讲过要拿宋楚瑜的门票 所以这些东西 当然我觉得对柯文哲来讲 今天郭台铭做的这个决定 对于柯文哲来说 现在传说来讲 柯文哲也是到昨天晚上 最多比大家早知道一点点 也就是说 他要正式发这个声明之前有告知 那我觉得在这段时间里面 其实郭柯王三个人的组合 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也就是柯文哲很刻意的去办了一个 三个人共同会面的这样一个状况 而且那一次大概是我们看过 所有新闻现场里面 三个主角最忙碌的一次 因为照相的时候 同一个动作要摆三遍 然后同一个位置要站三次 为什么因为大家要开始换 谁站中间或怎样 那可是从那一天之后 你就会发现到三个人 第一个没有再见过面 没有公开露面 第二个是马上第二天的新闻 所呈现出来的是 这个郭台铭跟王金平 还有郭台铭跟柯文哲之间 似乎是有一点点问题 我说问题是说 因为我刚刚特别 把郭台铭放在中间 可是王跟柯 其实在所有的交集里面 看起来是有状况的 包含老王会出来讲 老王会讲说 又多见几次就好了 就熟了 但是我现在跟柯文哲 又没什么事情要谈 所以不用什么见面 那这个当然会引起外界 会去关注就讲说 其实郭台铭要不要参选的 这件事 我老实讲 如果今天郭台铭 他正式去登记 或者是他宣布要参选 你期待会看到的是 郭台铭一个人站在那里 还是你期待看到旁边 会有柯文哲跟王金平 你一定会期待看到的是 郭柯王三个的组合嘛 因为那个才会让大家觉得说 对你们三个其实是 有能力去吸纳更多不同的票源 那看起来没有嘛 也就是说那一次这个活动完了之后 所有人就成就开始沉浸起来 那沉浸下来之后 后来还就是也都有传出来讲说 柯文哲就开始到处去讲说 郭台铭找了他谈很多 谈了他怎么样 那我就讲就是说 你如果从今天这个局面来看 我认为柯文哲的原先的打算 其实就很简单嘛 他不会自己上火线去选总统 我干嘛自己选总统 如果有一个郭台铭 他愿意出来选总统 我在旁边敲边鼓就好了嘛 那个郭台铭可以拉抬大家嘛 而且你郭台铭要走 你一定全台湾你都要布谍 那我当然可以搭这个孙风车 那所以我觉得柯文哲 也一直在暴露的这个讯息就是 那我就是走国会 我就是走国会 我相信他一定有跟郭台铭讲说 那大家要选的话没有关系 你往总统那边 立委就交给我 可是你就会发现 另外有一个人在这个里面的局里面 其实有点尴尬 那叫王金平 因为郭柯里面我相信 我不知道 搞不好这个等一下可以反驳我 就说有一些人一直认为说 郭台铭如果今天要选 你看他今天退选的那个声明里面 主族一直在强调说 台湾的政治其实是一直在 他不喜欢的那个环境里面 那某种程度有些人会质疑说 王金平是不是代表你不喜欢的 那个叫老一辈的政治 那那些东西也有人建议讲说 柯那边我知道也有人建议啊 就是说那是不是这里面不要跟王 保持太密切的这个关系 那这个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到 后来在这一大段 除了王金平今天早上 有出来接受访问 人家问他 他又把姻缘那两个人拿出来 搞不清楚他到底要干嘛 这样那他有没有被刻意的边缘化 在这一段时间我认为是有的 那这个有其实对于郭台铭 或对于他们三个人主的来讲都不利 因为民众真正想看好戏的心情 其实是我希望看到三个人 站在那一线 那才有卖点吧 那结果没有 所以我觉得不要最大的这件事情 以前我经常你说 我会算最大 我会最大 我就要稍微小小修正一下 不要是最大 但不选有的时候你最小 为什么很简单嘛 你因为你当时要选的时候 国民党多少人关注你啊 多少人关心你郭台铭的动态 多少人就在等着眼巴巴的 一天一天的倒数计时 倒数到16号的晚上11点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声明 然后后来马上一个影片就出来 那我刚讲不要最大的意思是说 现在谁能骂他 国民党那些急着表工的那些党务主管 哇突然就一改了你知道吗 还有什么你去救抓 要小心出去会怎样的那一种 你突然今天大家歌功颂德 哇郭台铭好棒 然后我还看到有人马上就出来 就有媒体报道讲说 哇谁是幕后功臣谁怎样怎样 我看到一个名字叫郝龙斌 说什么他他谈了六次 跟郭台铭见了六次 那如果真的搞 吴敦毅那边大概也不会一直抓头说 这个伤脑筋或怎样 就是你看到突然一大堆人出来 就变成说郭台铭四大局或怎样 那前面骂他的那些不见了 所以我又不要最大这个我觉得 我觉得承认了 因为我现在没有的嘛 可是不选最小的意思是 你觉得接下来还会有多少人 去追着郭台铭或郭台铭的人 问说那你们觉得现在政治怎么样 你们想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 因为很简单 你不在那条线上的时候 很多人其实就会把你的角色给弹挖 所以我觉得那个 那个 那可是我们从前面几份民调来看 郭台铭始终有两成的 这个郭粉的支持度 这些郭粉最后会回到韩国瑜跟南军身上吗 我认为多数的还是会回去做他投票的选择 因为你要到大家 可能很多郭粉是说有锅投锅 没锅要去交友 对我可以理解 我可以理解 那这个是企划还是四个月后 反正就含血含泪含恨 含一大堆不爽 然后继续去投票 我不知道我接下来会不会得罪郭粉 我相信一定会有人 会因为这样不投票 那很简单 我就是真的 一个就是我真的喜欢郭台铭 第二个就是我不爽 第三个是那种 我就讨厌韩国瑜 我也讨厌蔡英文 我就都不要 我就认为有这种人 但是如果你从选举进来看 一定会到最后就是会有含泪含恨 这几个字会再跑出来 所以所以你说会不会产生这个 我必须讲 就是说你前面的那一些民调 他做出来的是那个蔡 蔡跟韩 其实都有稳定的差距嘛 我刚稍微看了一下 因为你有一张那个图表里面 他的差距大概是在7%到13% 14%左右 根据他的这个民调不一样 那比较被认为是氢染的 大概都是在78% 78%左右这个上下 那比较被认为偏绿一点的 那个其实做起来大概就有11%13% 大概有这个%数 可是因为在做这些民调的同时 他其实还有在做一份的民调 是来自于萨喀都 那我觉得这个针对民调的心理的人来讲 就是我现在在做民调的状况之下 其实因为我有一个可以被期待的组合在哪 我不见得会真正表露 我真的在这个投票上面的时候 我的我的意向 好我把它简化 就是说郭粉在做这份民调的时候 他可能表态率比较低 是但是将来郭粉 只有一对一两个选择的时候 他的表态率可能会比较高 所以郭台铭宣布弃选之后的民调 可能还有差异或变化 我认为会重组 我认为会重组一次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合理 就是说这个重组的过程 就是我原先不表态的 或我原先表态的 我现在没有东西可以选择的时候 我没有三心二意的状态 所以我就选择好吧 我在蓝根绿里面去做 那有一种就是 那你当然要观察 这个会不会再准的原因 的地方就很简单嘛 那你就看他的不表态率嘛 那如果他的不表态率 维持在一定的这个趴数 那我们就可以回来 检视这个民调的状态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 对蔡英文来讲 他可能必须要小心 小心的可能不是 今天宣布要参选 要小心的是过去的这些民调里面 其实不是在蓝绿对决的状况之下 所做出来的 也就是大家并没有在总统大选的 这件事情上面 针对蓝绿的部分去进行攻防 那这个没有的状况之下 很有可能蔡英文的支持者 我跟民进党很多人谈过 他们其实并不会很乐观的看待 这么多说我高出10% 两位数的那个民调 因为说实话 到了现在的这个阶段里面 民进党有接受到检验吗 其实是没有的 在这一段时间 没有任何人把所有的力气 就放在民进党的身上 我觉得这个其实对郭台铭先生来讲 或者对韩国人 我觉得这是两个人的悲哀 大家都一直不断的想要证明 我比那个同党阵营的来得好 可是总统大选 不是在打你们两个啊 总统大选在打的是那个 叫做民进党现在位置上的那个 所以民进党其实有一些人 其实也会担忧 就是说我今天郭台铭 最后的这个东西 确定了他今天不选了 我昨天晚上跟一个民进党立委 在聊这件事情 他们其实会担忧的是 OK 蓝绿重新在洗牌完了之后 现在大家开始会回来注意到 政治上面的事情 不是选举上的事情 是台湾真正在这一段时间 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 大家会来讨论 你可以认为他可能是昙花一现 你可能会觉得没有差 可是这些有些民进党人 他会比较担忧的是 这么高的差距 他还有可能在吗 如果国民党可以这时候整合好 虽然有点难度 就是说整合好 回来把他的脚步回来 对向蔡英文的时候 那让那一些即使OK 我可能真的 我就是为了郭台铭我不投 我相信绝对有 但有没有可能高到两成 你知道要不投票的这件事情 要有很大的动力 我上次看到一次大规模 发起不投票运动 而且成功的 不好意思 那叫年终未问金 那一次 年终未问金那一次 是导致到蓝营的支持者 在2014年跟2016年的时候 他们不愿意投票 后来计算出来 大概差了三百万的投票人 就是把年轻的人再拉回来之后 那蓝的那个投票也减少 那个来回的投票率一算 大概有差到三百万左右 那个是一大堆军工教 他就不错你知道吗 你把我两万块拿去 那七都出在谁身上 出在马英九身上嘛 国民党自己检讨的时候 也检讨过这件事情 我认为四个多月后 军工教会很认真去投韩国瑜 大多数军工教会很认真投韩国瑜 很多人以为韩国瑜 只有特定的韩粉 事实上我认为他的韩粉组成当中 有一个蛮大的比重是军工教 而且是不爽年金被砍 而且不爽年金被砍 会有动力去投票 这个你大概就可以解释说 为什么在韩国瑜主场的场子里面 马英九一直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物 我会讲白是这样嘛 就是说你不过 如果不是韩国瑜的主场 马英九其实不会被虚 那天讲说台商那个 拜托台商是那是国民党的场子 别的不说嘛 大军工教代表就李来西嘛 李来西会去投票嘛 这些你看得到他的氛围在改变 所以很多人说 那个北部栏知识菁英栏 未必投票其实不见得 军工教的票可能最后还是回到韩国瑜身上 其实大部分的军工教现在就是韩粉 其实就是韩粉组成的绝大部分 对 特别是他觉得年金被砍 他是很大的受害者 然后韩国瑜有可能帮他们讨公道 没错 他明明知道韩国瑜没有内容 也知道韩国瑜不可能让台湾变首富 让高雄变首富 但是光是年金可以讨回来他就够了 我是自己人他一定会帮我 所以他就是说一直有人在讨论说 所谓的知识栏跟这个所谓的经济栏 或者是精英栏 他可能不见得喜欢韩国瑜 但我真的必须要稍微小小提一下 不好意思大家一直在看的军工教 他们就认为自己是所谓的知识栏 他们就一直认为他们是知识栏 很重要的一批的这个组成的分子 而且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嘴巴上讲一大堆 那都是假的 应该说骨子里有很大比重 有很大一部分很在意年金被砍 对所以我觉得韩国瑜现在他遇到的状况 应该是这样 前一阵子他们很努力的去铲除 不是讲韩国瑜啦 就说那些奇怪的韩粉 或者是不正常的韩粉 多数的韩粉我相信都正常 就说这一些人不断铲除了 其实是国民党内去支持韩国瑜的这个力量 那接下来问题就是韩国瑜自己本身 有多少的能力去说服这一些 在那一段时间被撕裂的这一群人 我不认为他 我不认为韩国瑜会那么在乎郭台铭 因为郭台铭不选之后 我就讲我刚为什么讲 不选最小就是这样 当你不选最小的时候 你其实你要再出来讲说我觉得质疑 这个我担心这个担忧那个 你不是要撕裂的人 很多人听听你的建议而已 听听不会把你当一个咖了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韩国瑜 他真正要遇到的问题是 他怎么好好的去面对 他除了在那一大段时间 那么天马行空的政策讲出来 没有人理他之外 他怎么好好去面对说 我接下来怎么第一个收容国民党 收容国民党不是收容那些大佬 那些大佬 讲真的对你印象也都已经定案了 不会也没什么用了 是那一些 因为在这一段时间受不了你的 而离去的那一批人 你有没有办法把他给拉回来 然后再回来拉 蔡英文的那个民调 对韩国瑜来讲 那才是一个比较 能够有胜选的一个方式的可能 好我们稍后立刻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先看郭台铭气选不要最大 不选最大 问一下敏凤 这个可能对于国民党内 跟这个蓝绿的攻防有什么政治效应 我觉得对于蓝绿的攻防就回到本来一对一的局面嘛 那就是说蔡英文如果照照的程度上面继续演续下去的话 大概就会赢韩国瑜十几%啦 这个趋势没有改变的话就是这样走 那其实郭台铭的出现 其实保这个韩国瑜的基本盘 因为你可以发现当郭台铭退党那一天 全部国民党都团结了 而且那个气氛上面就是一个 你有一个人来欺负我们党 然后呢不管韩国瑜有多烂 所以我们全部大佬通通要团结 那现在好了 现在这个所谓这个背负 帮帮帮帮国民党背负历史罪名的人 他不选了 不选大家就会回来检验韩国瑜的言行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到现在 如果郭不选对于韩国瑜可能更危险 因为他那个过去这些讲话 什么这个不当的发言等等 都在因为郭台铭可能 国民党有个共同的敌人出来 背叛者 所以全部都转移在背叛者身上 好那你现在 现在背叛者不见了 那你就会回到检验你自己 检验你自己 为什么还是落后蔡英文十几% 那你哪里不对哪里不对 我觉得党内的纷争 反而因此更复杂 你国民党 这个还有四个月时间 你要看你的民调 一直都输蔡英文十几%吗 我觉得国民党内 反而内部的躁进或是躁动 反而会因此而起 这个东西很难很难忍受嘛 我四个月 然后你一点这个拉抬 这个民调的力量都没有 这个秦吻也没有 你只会让你只会巩固你基本的韩粉 然后呢没有拓展中间选民 没有拓展年轻选民的实力 然后看就是输 而且输不是输一两% 输十几% 那你这个选举还能玩什么呢 所以我觉得说内部四个月 从这个九月到十一月十二月 我觉得内部的问题 国民党内部的问题 反而因为郭这个外敌不见了 内部的问题会浮现 所以至于郭 郭的票我觉得就是乘归土 我觉得我刚刚讲 我觉得韩国语的票里头 有蛮大结构的军供价 我观察郭的票里头 有一部分比较倾向经济选民 经济选民有广泛的定义 也有这个比较严谨 比较松的定义 那举例来讲 小散户股民 我先前敲过的大锅粉 阿托北 对 就是说台湾有一些股票族小散户 那些人确实对郭有一点崇拜 然后再来有一些 这一个比较偏经济性的 或者中小企业 他可能觉得 有一个懂经济的人做国家领袖 或者政治领袖 对于经济处境可能会改善 所以郭台铭某一些票 事实上不见得是军供教的票 那这一些票 你觉得最后会怎么留 其实这个郭台铭有吸引的这些票 其实他就叫经济选民 叫中间选票 其实他最后会在 如果要蔡英文跟韩国瑜选中间 他大部分我想他会回到蔡英文身上 这些选票也就是百分之 大概有十几% 会回到蔡英文身上 然后10%以下 会回到这个 这个韩国瑜身上 所以他就会回到 蓝绿对决成分上面 对决到 如果你蔡英文没有跌 然后这个韩国瑜没有改变 他的形式风格 就这场选举 我说实在 就结束了 就是一对一的选举 就是这样子结束了 那只是说现在 李秀莲跟彭白雪的组合 会拉多少票 大家也不觉得 会拉多少票 所以我觉得说 李秀莲第一个门槛 是要联署 联署 如果郭台铭联署 没有那么容易 如果柯文哲联署 没有那么容易 李秀莲联署 应该也没有那么容易 其实我觉得联署这个事情 二十八万票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那你说郭台铭 中处于第二次的话 都要扶昆琪帮他忙了 所以有很多钢铁送粉 李秀莲有很多钢铁 没有 但是现在有很多独派 喜乐导演很多的点 那现在阿扁那个一边一波 国民党会帮李秀莲联署 对啊 对啊 没错 因为国民党不帮郭台铭联署 那柯粉要不要帮李秀莲联署 柯粉也有也许有可能 因为所有反应的人 他会觉得说 昨天那个群组里头就很好笑 哎呀李秀莲猜选了 郭台铭不选了 那绿燕就说 啊 没关系 反正我又不用投蔡英文了 只要有一个不愿意投 有一个出来可以让他不投蔡英文 他就觉得很OK嘛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选票流动 在未来变数不大了 就是如果你韩国语 没有什么很大的突破 我觉得这个局面就定下来 那至于郭台铭的东西 在12号那天送月饼的时候 他跟王金平两个人在谈话 王金平就问他说 你到底现在决定怎么样 郭也是跟王金平说 还没有决定 然后那时候这句话 王就跟他的幕僚就讲说 那他可能不会选了 那结果没有想到 那柯文哲在昨天问到说 蔡壁如要不要派去给郭台铭用 柯文哲回答是说 人家有选才要啊 人家如果不选何必派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选东西 在中秋节的那个前后 其实我觉得包挖锅的幕僚 还有这个郭王柯三个人 其实都心里有数了 只是到最后没有做 柯王都知道郭台铭的降温 对对对 那你觉得郭台铭为什么降温 我觉得可能是党内很多人去游说他 这个对于就是说 然后加上这个民调的分析之后 他觉得他出来反而对韩国瑜有利的时候 他可能就不出来了 那所以所以 就是说郭台铭会觉得他如果参选 他没有比较高的胜率 而且反而对韩国瑜有利 那他几乎就变成垫底的牺牲吧 对啊 那他何必这样子白忙一场 没错啊 没错啊 然后又被人家攻击的一团招 他又当历史罪人 我又打我又赢不了 当时大家还不相信所有 可是很臭巧啊 我下午录影跟在晚上录影 碰到的郭的幕僚都是 开玩笑是说可能不选 大家就一片惊讶 就说你都已经完成这样 你还跟我们说不选 那事实上 这样哪有完成怎样 他就是永灵党 就是把几个人找蛮 年轻漂亮妹而已啊 成本很低啊 对啊 对他讲成本很低 但是他的身是这样 譬如说你去中学会生的人 花一百一千万 如果看这些永灵党 每个人年薪两百万好了 假设我随便举例 假设花一千万 就可以修理韩国瑜 就可以临辞国民党很划算啊 如果是这样算 那这样子算的话 大家就划算 周刊王是说 这在临辞韩国瑜 那是啊 他临辞韩国瑜 某种程度也临辞了 伤害了 所以他们彼此真的很了解 对嘛 彼此真的很了解 第一问题是像你刚才讲的那些选民 他是真的期待郭海明选嘛 所以昨天反映很多啊 有人说他突然觉得 心里面掉了一块肉 他却有点失落感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郭海明不选 对他个人来讲 是一个聪明的决定啊 那对整个总统大选来讲 其实这个盘 对他不但是个聪明的决定 而且他要修理国民党到最后一刻 也修理到位 我问你 你觉得他心里的怨气出干净了没有 没有 他绝对没有出干净了 才要继续出 对因为你现在他也明白 他不选之后 所有焦点又会集中在韩国瑜的言行跟市政 韩国瑜真的就是惨了 你觉得韩国瑜是惨了 我问一下嘉欣 你什么时候知道郭台铭不选 其实这个决定 我想先澄清一些时间脉络啦 因为像今天早上新闻大家都说 好像说到昨天晚上深夜 最后一刻有谁去劝退见了六次 但是坦白讲这个是郭先生 当然前面酝酿了一段时间 包括说刚刚有提到 我们拍了两个不同版本的影片 但是到最后是中秋节过后 9月15号那一天 郭先生亲自决定了 那他后来稍晚的时候 他有个别的通知 柯市长王院长还有 后来有通知幕僚 所以我们大概是在这一两天的时间内 陆续知道 其实并不是像外界觉得说这么戏剧化啦 到昨天晚上最后一刻深夜时分 并不是这样 所以他是有一个决策的过程 那你怎么观察 这样的这一个决策的过程可能引发的政治效应 像你是出身国民党的青年军 那你是典型的郭粉 你才会投入郭的振宁嘛 像你这种选票意象 最后如果只有蔡英文跟韩国两个选项 你怎么办 我先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你会不会去交友还是会不会去投票 你不要看他开手党籍啊 不是你会不会去交友还是会去投票 对啊先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我个人当然背景是国民党青年团 但是我们这一群人 我们这群年轻人 其实两年前我们在做什么 两年前我们在帮助吴敦逸选党主席 那我个人初选的时候 我支持朱立伦市长 初选结束之后 因为一些阴错阳差 那我到了郭先生那边 那我想讲的事情 其实是我们这个世代 就是说1987年 解言后出生的年轻人 虽然我们当然都还是有各自的政党 但是我们在判断一些事情 我们在做一些政治决定 或我们要支持谁 我们要支持什么议题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价值观 我们跟着形象 或跟着议题的内容走 所以我们看起来这个年轻世代 他是容易流动的 并不是说我今天是国民党 然后我可能在所有的议题上 我就会跟党保持完全的一致 那包括说 那你怎么看待国民党 推出韩国瑜这一个候选人 那我必须很坦白讲 你显然是并没有给予肯定 你才会投入郭的正名 我必须很坦白讲 像最近TPBS那一份民调 比较有参考性的 就是说年轻人20到29岁 如果撒喀都 那郭先生他是拿31% 蔡英文拿50% 但是我们韩国瑜市长 他只拿了14到15% 年轻的世代没有办法认同韩国瑜 大概30岁以下 那其实这个轴线是完全跟着年龄层 所以我们看到韩市长最强的是 在60岁以上 那个比例结构就完全倒过来 那就变成说年轻世代 其实不分党派 不分政治光谱 那我们大家可能对韩国瑜市长 这半年以来言行 不是说从头到尾不支持他 去年韩流在高雄的时候 好多年轻人 我的同学都去支持他 但是今年我回来之后 我看到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在联署罢免 对 他们在联署罢免 所以显然他们对韩国瑜都很失望 对 就是他们觉得曾经给他机会 给国民党机会 你看20年这样要翻转一个城市 不容易 昨天成局说他们是 他们带大的小孩现在被骗走 但是当初其实是高雄选民 愿意给韩国瑜市长 给国民党一个机会 但是半年之内很快的大家发现 尤其年轻世代发现 好像跟当初我们认为的不一样 你上来之后你的施政 你的治理实际是令人失望的 所以这个崩盘也是非常快的 好我们稍后立刻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不选最大 王浩大哥你怎么看 我昨天在这个节目上有谈到 郭台铭初来选有四大造文 他确实有非常本质上的困难 第一最重要的当然一个是他的盟友 郭柯王的这个组合各怀鬼胎 第二就是他缺乏一个治国团队 但是现在既然他不选了 我也同意不选最大 这个五党一身亲 那所以我是建议他可以 好好的做公益 把永龄党的这个这个 这个精力和时间投入到做慈善事业 毕竟永龄基金会 是一个慈善基金 如果他雇了很多人去投入政治运动的话 是不符合永龄基金会的初衷的 是我觉得甚至法律上都是有问题的 我觉得不会啊 政治是大众事业啊 永龄现在感觉上就是准备参与大众事业 那他应该成立一个不同的机构 因为永龄基金会本身登记是一个慈善基金 并不是一个政治基金 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但不管怎么样 我是建议蔡总统借着这个机会 可以去拜访一下鸿海总部 跟郭台铭谈一下这个贸易战的问题 或者聘请郭董当国政顾问 然后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怎么吸引台资回来 怎么样布局全球贸易战的情况 那国民党是真的要把他强逼 特别是这个 甚至可以考虑蔡总统聘请郭台铭 作为他去APEC的会议的代表 因为张董事长 张董事长年纪很大已经九十多岁了 所以呢郭先生 我觉得作为总统代表去参加APEC 实际上是一个蛮好的位置 那也适合他本人的兴趣 就是在国际层面 跟国际的这个习近平 这个川普一块谈谈贸易战 这样的这个状况 那在实际的这个情况下 昨天实际上有一个新闻 大家可能没注意 就是郭台铭个人的投资公司 宣布他们已经把广州面板厂的股权卖掉了 郭台铭已经不再拥有广州面板厂的股权了 所以他实际上 大家都只注意弃选的事情 我没有注意到这个财经新闻 对 昨天有这个财经新闻出来 也就是说他通过这个 他广州厂的个人投资公司的个人股份 把它出清了 所以也就是说他整个在通过这个政治参选的过程中 实际上这个压之潜水这个在悄悄的把它在中国的资产在撤资嘛 在脱离中国嘛 当然他比李嘉诚晚了两年 但是他也是在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也是觉得蔡总统应该去鼓励他啦 进一步把这个台资带回台湾来投资 这个既然他不选总统了 也就没有什么带一千个企业去美国投资的问题 应该带一千个企业从中国回台湾来投资嘛 这个我觉得他还是应该可以做的啊 这件事情 那但是我想讲一下整个大的局势 就是 你觉得郭台铭决定不选 有没有北京的压力 我我觉得美国北京两边的压力都有 这个可能在我看来 我自己在想 最近北京对待李嘉诚的态度 有可能让郭台铭心里害怕 我待会会播一支新闻资料 北京的人大代表直接形容李嘉诚是蟑螂王 各位观众朋友 这个蟑螂王不是我发明的 是中共的人大代表形容的 他形容香港首富李嘉诚是蟑螂王 这是很凶狠很难听的话 然后他是起先政法委先痛骂李嘉诚 那昨天是人大代表直接骂他是蟑螂王 那如果连李嘉诚都可以被点名是蟑螂王的话 那台湾首富郭台铭 那将来可能面对什么样的局面 是啊 我觉得这个 我越来越觉得中共确实是明显的 往这种所谓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偏移 就是原来 就是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 对 他说我参选总统的初衷当然希望带领台湾社会 可以这个齐心拼经济 但是呢 投入选战以来 我看到的是一堆政治人物为了施力 挑起仇恨跟阶级斗争 而且特别挑起仇恨跟阶级斗争的 平良心说在台湾社会认为是韩国瑜 因为韩国瑜每天动员 对 然后包含了这个国瑜党在初选的过程当中 他说是平民跟精英跟权贵的对决 庶民政治 那他说这个是庶民要对决精英 那精英跟权贵是国民党的恶劣文化 所以事实上国民党党内初选 就是一场国民党内的阶级革命跟阶级斗争 是 那郭台铭又把阶级仇恨跟阶级斗争 放在声明里头 好 我刚刚形容行硕的是国民党内的阶级斗争 然而你的观察是 中国内部这一次受到贸易战的压力跟伤害之后 内部也形成了一片阶级斗争的氛围 对 因为我们在这个节目上 过去一个多星期一直在讨论 习近平在发动阶级斗争 这个习近平过去几次公开谈话 这个在中央党校谈话 一个谈话里面讲了57次斗争 然后这几次的谈话都是在讲阶级斗争的概念 然后中共对于香港的这个所谓地产霸权 也是在讲要李嘉诚这些个 蟑螂王阶级斗争 要阶级斗争 要把他们的地产霸权打倒 所以在这种极左的阶级斗争为口号的政治斗争的压力底下 使得像郭台铭这样的阶级敌人 就处于一种很困难的状况 那你本来他是一直希望两边讨好 他跟中共很有好 跟中共这个很很 这个他的所有的80%的身家性命在中国 另外他跟美国也友好 因为美国是他最大客户嘛 他想两边讨好 但是现在从中共的内部的政策态度来讲 似乎他是要逼着大家站队 要划清这个界限 要这个这个迫使台湾在统独问题上 在蓝绿问题上进一步的加强这个对立 而不是所谓找出一个中间道路来 就中南海可能对台湾这个挑起的是阶级斗争 然后扶植的政治领袖 可能基本上有国家战略的穷台战略 因为找一个草包来当领袖 那台湾社会的发展当然会受到伤害跟影响嘛 那郭台铭是一方面在中南海内部 中国内部遭受到阶级斗争 然后他在国民党内部也遭受到阶级斗争 而且国民党内部现在的阶级斗争的方法 在党内初选的时候 事实上所有的手法跟战略 跟共产党一模一样 我们稍后立刻回来 Hello 我是陈宁关 拜托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 赶快按订阅哦